那到山上去嘛 有时候路面太湿滑 有时候车子打滑 或是有一些状况 那万一有状况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需要拖车啦 那拖车就可能要用到拖车绳 那拖车节要怎么打呢 今天我就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绳子折成一个这种形状 折成一个弯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铁杆上 再来把这个主绳绕过这个耳环 再把比较短的绳子绕过主绳 穿过这个洞 好 再来我们把它拉紧 好那这样子拖车节就做好了 当然在拖车的时候这个绳子 这个节这个拖车节会变得很紧 那没有关系 你要把它拆开的时候 其实也很容易 当初我有做一个活节 你就把它这样 一拆就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那各位不妨多准备一条这种绳子 然后也把这个拖车节怎么做 把它学起来 当然我也知道各位很容易就忘记了 没有关系你可以上网去搜寻 妙招老妈拖车节 你就可以现学现用 当然我也陆续会为大家介绍很多 很好用的绳节绑法 那希望大家留意我的频道 谢谢啦 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哦 谢谢拜拜